1935年5月29日 红四团英勇夺下卢定桥 强度大渡河 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河上光秃秃的铁锁桥左右摇晃 对二 敌人密集的火力不断喷射 如何才能成功渡河 兵贵神速 想要取得夺桥的胜利 一场与敌人之间的赛跑比赛拉开了帷幕 对于早已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来说 每一步都是对自己极限的挑战 他们能赶在敌人前面到达卢定桥吗 两岸秘密档案为您揭秘 铁锁寒飞夺卢定桥 请期待 大渡桥横 铁锁寒 毛泽东用一句简单的诗句 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描绘得栩栩如生 诗里铁锁桥横 指的是位于四川省卢定县 大渡河上的卢定桥 1935年5月 红军经过四渡赤水 巧渡金沙江之后 来到了大渡河前 蒋介石扬言要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十大开 当年十大开率领的太平天国队伍就是在这儿 全军覆没 蒋介石也要让红军在此 全军覆灭 大渡河惊涛拍岸 水流湍急 河上光秃秃的铁锁桥左右摇晃 对岸 敌人密集的火力不断喷射 如何才能成功渡河 其实当时连毛泽东心里也有几分忐忑 大渡河一直是川藏地区的一道天线 它北面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 南面则属于高山峡谷地区 隐儿河两岸谷壁陡峭 险峰勿力 又因河流地势北高难低 起伏甚大 所以水势急速大冷掏天 1935年5月下旬的一天 国民党一支军队正在卢定桥上忙忙碌碌 他们正忙着抽掉卢定桥上的木板 卢定桥凌空悬在大渡河上 随着河风左右摇荡 下面是大渡河湍急汹涌的河水 看得抽板的国民党士兵头晕眼花 心惊胆战 但是红军已经快要抵达大渡河 上封命令抽掉卢定桥的桥板 凭借卢定桥的凶险来阻止红军前进 所以尽管心里害怕 他们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抽下桥板 而且他们必须尽快完成上面交下来的任务 把木板抽掉 想要阻止红军渡河 可全靠这条危险的桥了 把卢定桥的桥板全部抽掉之后 卢定桥就只剩下了13根光秃秃的铁链 国民党放下心来 这么凶险的卢定桥 红军想要过河 那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卢定桥是当时连接四川和康藏的唯一通道 也是四川和康藏地区的军事要地 卢定桥位于四川省卢定县内 是大渡河上建得最早最长的一座桥梁 也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杰作 这座桥始建于康熙44年 历经一年才竣工 康熙皇帝亲自为该桥提名卢定桥 该桥由桥台 桥深 桥亭三部分组成 两岸桥台为古堡形状 为中国特有的汉族木结构古建筑 东西桥台之间净跨100米 铁锁长101.67米 桥宽2.7米 桥身由13根铁链组成 其中底下并排9根为底链 铺上木板就是桥面 其余4根为两侧扶手充当桥栏 每根铁链由862至997个属铁 手工打造的铁环相扣 全桥共12164个铁环 铁建的重量大约40余吨 因而卢定桥又被称为铁锁桥 通常人只要一踏上这座桥 整个桥身就会起伏荡漾 左右摇晃 加上底下翻滚呼啸的河水 显得十分危险 普通人就是走在上面 都是胆战心境 西桥头立着一块石碑石 上面写着 卢定桥边万重山 高峰入云千里长 这座桥一直以险霞著称 朱德有一句名诗 万里长征 游易如观险 可见卢定桥的凶险程度 诗人陈运河如此评价卢定桥 人间从未望见这种桥 一座如此简陋的桥 一座十分惊险的桥 一座跨越激流的桥 一座飞越峡谷的桥 一座用毛泽东诗词筑 筑起万代牢固的桥 一座被新中国曙光 照亮千秋永存的桥 这座桥之所以被中国人所牢记 倒不是因为它的危险程度 而是因为当年那群不惧生死的勇士 在这里创造了一个不朽的传说 1935年5月初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 继续沿惠里至西昌大道北上 打算渡过大渡河 进入川西北地区 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935年5月上旬 红军来到金沙江 到大渡河之间的山川之中 这一片山川天险纵横 地形复杂 极容易迷失其中 想要渡过大渡河 红军第一个要攻下的地方 就是安顺场 安顺场历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此时安顺场由川军两个连驻手 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刘伯成等同志 部署了阳攻大树部 暗渡安顺场的战斗 5月26日 急行八十多公里的红军 派出一个营的兵力 前往下游渡口进行阳攻 而主力部队则隐蔽在靠近安顺场 然后趁敌人被红军的阳攻所华毙 没有防备之际突然发起攻击 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战斗仅持续了二十几分钟 红军就击败了防守的两个连 顺利占领了安顺场 并且抢下了渡口唯一的一支木船 但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并没有太过着急 他甚至露出一丝冷笑 扬言要让毛泽东和他的红军 变成石打开第二 全军覆没在大渡河以南地区 石打开是太平天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将领 由于他杰出的军事才能被太平天国封为翼王 巧合的是在1863年的时候 石打开也曾在五月的时候率军抵达安顺场 但是石家军几度想要抢渡大渡河都未获得成功 最后全军多数将士相继投河 其余被清军所残杀 石打开也落得被俘的下场 在红军抵达大渡河前 蒋介石于五月中旬飞抵昆明 调动中央军十余万人 川军五六万人 部署在大渡河畔堵截红军 并致电各军称 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打开大军覆灭之地 仅共军入此汉移杂楚 一线中通江河阻隔 地形险要 挤养困难的决地 第一部十军副者 其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书勋 蒋介石想让这里成为中国红军的葬身之处 领第二陆军前线总指挥薛运 率主力部队北渡金沙江 向四川省西昌进击 领川军第二十四军主力 在卢定至傅林沿大渡河左岸 铸宝左击 以第二十军主力 及二十一军一部 向雅安 傅林地区推进 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 就在中央红军赶往大渡河的湖中 蒋介石还曾命令国民党空军四处空投传单 传单上印着特大号签字 大渡河是红军的覆灭之地 让珠毛成为石打开第二 他甚至亲自制定了大渡河会战的作战计划 指挥国民党十几万大军在大渡河沿岸围追堵截中央红军 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宫北渡前后夹击 维艰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势必要消灭红军于大渡河畔 但红军队伍可不是太平天国的官兵 要强渡大渡河为全军开辟胜利的道路 动员和鼓励之战员 5月22日 红星报在强渡大渡河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提出 要以极迅速 坚决 勇猛 果敢的行动 迅速强渡大渡河 配合红四方面军 实现赤化川西北 创造新苏区的战略方针 蒋介石的嚣张 那是他自觉有嚣张的本钱 他手里的军队兵强马壮 人员充足 武器精良 战尽了天时地利 而红军呢 才区区几万人 手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 但是红军并不是太平天国的军队 毛泽东也更不是石打开 毛泽东非常擅长的就是在逆境中解决问题 而红军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吃苦耐劳 不畏艰难 红军攻下安顺场之后 战利品只有一条船 中共中央顿时犯了难 如果靠一条船将红军全部运到对岸 最少也得耗费一个月的时间 然而形势绝不允许红军在此多坐停留 前有拦路骨 后有追兵 局势险峻 与我军诸多不利 如果我军无法在短时间内全部渡河 那后果将无法想象 因此 中格军委讨论后决定 把重点放在卢定桥之上 用最快的速度夺取卢定桥 毛泽东思量再三后做出决定 我们必须分兵渡河 刘伯承聂荣贞率部从安顺场渡河 为右纵队 扬城武帅第二师第四团 沿河西岸北进夺取卢桥 为左纵队 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 从卢定桥过河 杨承武于1914年10月27日 出生在福建省长廷县 客家人 1935年时任红四团的政委 他年少英才 一向深受毛泽东信任 毛泽东和杨承武的相识 发生在1929年 那一年1月的一个晚上 杨承武等人冲进国民党军团部 用大刀片往团钉脖子上移架 连一枪一弹都没废 就收缴了国民党军团部 全部的枪支 胜利完成首次暴动任务 因而声名雀起 此次之后 杨承武担任了少年武装先锋队大队长 后来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进入福建 与杨承武等人会师 毛泽东对年纪轻轻的杨承武 大为赞扬 并且吸收他成为红四军的一员 杨承武也没有让毛泽东失望 在部队里表现极佳 到了1931年 未满17岁的杨承武 已经是红十一师 三十二团政治委员 到了1935年 指挥红军夺取卢定桥之时 他才仅仅21岁 杨承武接到军委集电 立即应召赶到毛泽东的住处 他骑着马 飞奔了二三十里地 满头大汗地来到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边夺步 边吸烟 边跟他说 承武啊 能否夺取卢定桥 关乎红军的命运 倘若夺桥失利 他皱起眉头 递给杨承武两张传单 上面写着的 都是一些蒋介石 扬言要让毛泽东 做师达开第二 要在大渡河地区 覆灭红军的宣传语 毛泽东严肃地叮嘱杨承武 道 你们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 蒋介石的梦想 是不会得逞的 其实蒋介石也知道 卢定桥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他的举措当然不仅仅只是到处散发传单那么简单 他早就急令川军两个旅前去增援卢定桥 必须赶在红军到达卢定桥之前布下重兵 这个时候 抵拼的就是两军的时间和速度 谁先赶到并控制卢定桥 谁就能掌握制胜权 时间紧过 毛泽东皱起眉头 掏出怀表看看 给杨承武下达了命令 现在是二十七日晨四十 全程二百四十里 谢你们两天 也就是三十日晨六十赶到 下午六十前夺取卢定桥 虽然任务非常困难 但面对毛泽东这样的叮嘱 杨承武咬咬牙领命而去 心中暗暗发誓 要把不可能也变成可能 抢夺卢定桥的重任 落在了红四团的身上 尽管任务无比艰难 杨承武依然向毛泽东保证 坚决完成任务 自古兵贵神速 很多时候 时间就是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形势突变 本是疲惫不堪的红四团 接到了死命令 必须提前一天抵达卢定桥 对于又累又饿的红军 他们能敢在敌人前面 到达卢定桥吗 铁锁含 飞夺卢定桥 两岸秘密档案 正在揭秘 时间简 任务重 两百四十里地 一百二十公里 那可是一段不短的路程 开车都得开上一两个小时 何况是走路 而且这一路全是山路 水路 行军非常困难 但是自古兵贵神速 很多时候 时间就是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安顺场到卢定桥 一路上全是崎岖的山路 盘绕在山腰之间 一边是悬崖峭壁 一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 走的路非常危险 要么是绝壁上硬凿出来的战道 要么是蜿蜒盘旋的扬长小道 稍不注意 就会失足跌入深渊 但是红四团 在团长王开香和正委 杨成武的带领下 卯足了劲 走得雷厉风行 御山开路 御水搭桥 行军的第一天 他们不仅架了一座桥 还打了三次仗 俘虏了两百多人 缴获步枪一百余支 击枪二十余艇 对岸敌人的散兵不断地放枪 部队要停下来还击 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 王开香 杨成武 只好下令避开河边陡峭的小路 绕道而行 绕来绕去 走了不少弯路 下午时分走到了菩萨港 菩萨港是一座险恶的高山 好似一堵石壁 横挡在通往卢定桥的必经之路上 位于安顺场上游约八十里处的 田湾河东北 海拔两千余米 山顶浓舞弥漫 寒气逼人 关键是 只有一条陡峭的石梯通过艾寇 且是必经之路 无法绕开 上面有川军俞松林旅 萧玉营的两连新兵 把住了艾寇 大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气概 红四团正面攻击受挫 与敌形成僵持 两位团首长三言两语敲定 第三营两个连从正面脉地坡 桑树下阳弓 由曾庆林营长带着三营一个龙 从左边悬崖攀腾覆格 迂回到首尼侧背 四十分钟后 艾寇枪声骤气 此战必敌三十八人 俘获百鱼人 脚步枪百鱼只 花机关十只 还有许多其他军用品 可谓战火扩风 他们一直走到半夜才休息 大概走了八十里地 心里盘算着 以这个速度 在五月三十日赶到卢定桥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个时候 军委接到了敌军在大渡河的部署 和东岸设防情况的情报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部署 也是夺取卢定桥威胁最大的 就是敌李全山团 正在极尽卢定设防 以及其中东清西的兵力配置 对先遣队夺取卢定桥 是最大的阻碍 毛泽东忍识夺势 倘若红军不抢在敌军行动之前 先期到达卢定桥 或趁敌军先头部队 刚到卢定桥 立脚未稳之际发动进攻 夺桥计划就很难实现 或者至少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且从目前情况来看 先遣队的进展可能会比较迟缓 不一定能按预定时间赶到 也就是说 将原命令中的两天半行程 压缩在两天时间内完成 这意味着 红四团必须在下一个昼夜之内 完成剩下的行程 28日凌晨 红四团接到必须在29日 夺取卢定桥的命令 王开箱 杨成武 军委来电 现左路军于明天夺取卢定桥 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 和坚决激动的手段 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 你们要在此战斗中突破过去夺盗州 和武团夺亚西一天跑160里的记录 原来根据情报 蒋介石派出的增援部队 最快将于5月30日到达大渡河北岸 时间迫在眉睫 必须赶在国民党增援部队到达之前 占领卢定桥 看完命令之后 王开箱和杨成武的眉头紧锁 此时他们所在的地方 距离卢定桥还有一百多里 而且时间也只剩下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这样的行军强度 即便是对于实力强悍的红军来说 也很难说能否按时赶到 但是时机不能延误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敌人两个旅的援兵 正在对岸向卢定桥行进 只有抢在敌人的前头 才是战胜敌人的关键 战士们和杨成武一样心急火凉 步伐加快 恨不得长上一堆翅膀 飞到卢定桥 他们边走边喊 要瞧不要命的口号来鼓励自己 坚定地表示 足可及 身可牢 衣服可烧 头颅可调 什么都不要 只要卢定桥 足可见他们夺取卢定桥的决心 为了减轻行军重量 提快行军的速度 战士们把牲口都留下了 把身上的行李和水都扔了 但即便如此 前行的路上依旧障碍重重 沿途不仅要翻山越岭 还要时不时跟前来阻击的敌人进行战斗 这样一路打一路走 到了晚上七点钟左右的时候 战士们离卢定桥 还有一百一十多里路 而此时 他们已经几十个小时没有进食 早已鸡肠碌碌 但没有停下来做饭的时间 战士们没有抱怨 也没有停下脚步 饿了就抓把生米扔嘴里 渴了就随手捧起路边的水喝 不顾一切的拼命向前走 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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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走 一百多里的岐岐山路 对于早已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来说 每一步都是对自己极限的挑战 更何况这一路危机四伏 稍有不剩就将落入敌人的包围 对于又累又饿的红军 他们能赶在敌人前面到达卢定桥吗 连续行军两天 数百里的路程让战士们身心疲惫 这一路他们又要搭桥 又要和敌军周旋 而且大部分的士兵连双像样的鞋都没有 就只穿着一双简陋的草鞋 草鞋不好走路 一不小心就会打滑 在这悬崖峭壁上行走 可以说是危险之际 一路行军下来 战士们把鞋底都磨穿了 脚上打满血泡 整个脚底板上血迹斑斑 但是战士们早已顾不上了这些 纷纷找了些树枝树干充当拐杖 咬着牙也在继续往前走 他们心里只有一个目标 只有一个目的 赶在敌人前面 占领无定桥 行至晚间 天渐渐黑了下来 天宫却并不作美 淒淋淋地下起雨来 四周黑漆漆地 伸手不见五指 战士们任凭雨水打在他们身上 这样的雨水 也浇灭不了他们内心的火热 他们一脚深 一脚浅地踩在泥水里 早已忘记了疲劳和饥饿 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前进 前进 快一点 再快一点 战士们沿河行走前 突然对岸出现了一支队伍 他们举着无数的火把 也朝着卢定桥方向前进 很明显 这群人正是前往卢定桥增援的敌军 杨成武心想 绝对不能被他们抢先 但是对面的敌军 也很快发现了这边的队伍 对面的敌军没有起疑 两支队伍齐头并进 隔着大渡和一道 走了大约二三十里路 对面的国民党援军完全不知道 在他们对岸 和他们一起行走的 就是他们的老对头 中央红军 后来雨势越下越大 把两边队伍的火把都给浇灭了 对面的敌军停了下来 不再前进 敌人不见了 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 好 敌人睡觉 咱们走 告诉战士们 敌人输赢了 我们要抓紧机会 明天不想赶到卢定桥 是 走 他们一个紧跟着一个 拼命地向前赶路 终于于二十九日凌晨的时候 赶到了卢定桥 迅速占领了西岸和西桥头 抵达卢定桥的那一刻 每一个战士都是疲劳至极 但是完成任务的喜悦 让他们暂时忘记了疲劳 在对即将进行战斗的期待中 那些疼痛和疲劳也似乎轻了许多 激流显摊的大渡河 是打开当年全军覆没的地方 红军将士该如何杀出一条血路 卢定桥就在他们眼前 但是战士们看到的只有十三根光秃秃的铁链 这可怎么过强 飞夺卢定桥在两万五千里长征图中 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卢桥突击队的二十二名勇士 多数都牺牲了 也向世人展示了红军将士们 不畏艰险的勇猛气概 他们和所有为中国革命事业 献出生命的烈士们一样 都是人们心目中的无名英雄 铁锁汉飞夺卢定桥 两岸秘密档案正在揭秘 在这两天两夜的时间 红四团走了两百四十里路 并且还是携带武器 边打边走的情况下 如此高强度的急行军 已经可以说是奇迹了 尽管战士们又累又饿 身上伤痕累累 脚底疼痛难忍 但是他们还无法休息 卢定桥就在他们眼前 但是战士们看到的 却是这样的桥 只有十三根光秃秃的铁链 这可怎么过桥 大渡河上的卢定桥 只剩下了十三根 闪着寒光的铁链条 桥下是滚滚而下的河水 看着就让人腿软眼花 加上对岸还助手着 国民党两个团的兵力 他们在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攻势 机枪全部集中在桥头附近 这样的情况让战士们有些犯难 报告团长周围 情况怎么样 桥还在 桥满被敌人拆了 走啊 走 赶快去 走 桥满已经撤了 看来敌人早有准备 为了能够顺利夺桥 红四团经过讨论之后 定下了先行队突击的策略 我的意见 组织一个突击队 全部用短武器 趴着铁锁先过桥 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 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好 由于卢定桥只剩下光秃秃的铁链 红军大部队想要渡河 必须先把桥面修复好 卢定桥长约百米 要修桥得用到不少的木板 当地的村民看到红军正在拆木板 便自发地组织起来 将自家的门板 桌椅柜子 床板都纷纷拆了 将这些木板送到红军面前 捐献给红军进行铺桥 对于突击队队员的选择 负责挑选战士的罗华生 定下了一个标准 凡是干部 包括连长 指导员 党支部书记及排长 首先要挑出来 曾经是战斗英雄的 比如在杜乌江战役中立过功的 也要挑出来 平时作战勇敢地挑出来 挑选出来的人 必须是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 起码也要是入党入团积极分子 罗华生亲自到二连去选人 战士们争先恐后 以后的报名参加突击队 随后由廖大珠 王海云 李永林 刘金山 刘子华 赵长发 杨田明 云贵川等22人 组成了夺桥突击队 5月29日下午4时 22名身强力壮的勇士 手持短枪 尖背马刀 腰缠手榴弹 在卢定桥上匍匐前进 向对岸快速冲击 强行渡桥 面对突然从桥上爬过来的红军勇士 对岸的敌人愣住 不相信红军 真的就敢这么直接地爬 卢定桥的铁链子过河 一时待在那里没有反应过来 突击队员爬出了小段距离 敌军才回过神来 开始放枪 火力很猛 重击枪打得铁链直冒火星 排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了过来 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 22名勇士没有丝毫地犹豫 他们快速在枪林弹雨中 拼死前进 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网友才率领的三连 则紧跟着突击队后面进行支援 除携带武器外 每个人还夹着一块木板 用这些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当突击队快要接近桥头时 防守的敌军已经被他们的勇猛 吓得六神无主 他们把煤油泼在稻草木板上 点燃了火就纷纷掉头逃命 桥头火势很猛烈焰冲天 顿时阻止了红军战士的去路 廖大猪一跃而起 踏上桥板 突向东桥头 勇士们紧跟着也冲了上来 与敌人展开白人战 与敌人展开白人处中 领备 山上 与敌人望 此时正为杨成武率领队伍冲过东桥头 打退了敌人的反扑 占领了卢定桥 迅速扑灭了桥头大火 整个战斗仅用了两个小时 终于成功攻下了卢定桥 飞夺卢定桥之后 红军清点人数 这一场战役 突击队失去了四位战友 其他战士则不同程度地负伤 英勇的红军战士奔波两昼夜 不辞辛苦走完二百四十里的道路 然后又在一百多米长的铁锁上 匍匐激站 夺取卢定桥 这样的速度 这样的意志力战斗力 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 惊 险 奇 绝的战争奇迹 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重要的胜利 粉碎了蒋介石 南锥北独 欲借助大渡和天险 将红军变成第二个石打开的美梦 卢定桥因此 而成为中国共产党 长征时期的重要里程碑 为实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红一 二 四方面军会合 最后北上陕北 结束长征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有十三根铁链 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的壮美赞誉 如今我们说起飞夺卢定桥 绝对是长征史上的奇迹 尤其是红军那种勇往直前 大而无畏的精神 让人心声敬仰 然而 由于战事紧张 加上长征路途遥远危险重重 夺桥突击队的二十二名勇士 多数都牺牲了 更加遗憾的是 他们之中有些人连名字和相片都没有留下 1935年5月29日晚上 面对被我军成功占领的卢定桥 刘伯承的心情异常兴奋和激动 他兴致勃勃地要求杨成武 带着他和聂荣真去走一走卢定桥 杨成武提着马灯 陪着刘伯承和聂荣真走上卢定桥 从桥东走向桥西 刘伯承仔细看着每根铁锁 每一个铁环 每一块木板 返回的路上 刘伯承在桥中央的位置停了下 龙定桥啊 龙定桥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 我们生命了 他指着一个地方 在这里应该见快碑 纪念那些勇猛的战士 说来也巧 一日毛泽东踏上卢定桥的时候 也说了和刘伯承同样的话 认为该在这个地方筑建一块纪念碑 以此来纪念那些战士不朽的功勋和这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对于飞夺卢定桥 毛泽东是十分欣赏的 他曾经这么说到 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 我和朱德也不是石打开第二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并且骄傲地表示 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 所向披靡 有这样的红军战士 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1936年 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思怒 跟他谈到中央红军夺取大渡河的战斗 毛泽东说 抢渡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 如果在那里失败了 红军就可能被消灭 红军能全部渡过卢定桥 却为红军的莫大成功 如果红军不能过桥 则安顺场渡河至北岸之一师 是将孤军作战 而南岸之红军主力 则避走西康 西康则系游母区域 粮食速营 粮感困难 而国民党军近脚 则以亚安为后方 追脚部队虽感困难 但有后路阶级 红军则极难克服困难也 竟红军全部渡河 自此川散甘青吉省 均为红军活动之地区已 1984年 卢定人民为了纪念 飞夺卢定桥五十周年 开始筹建纪念碑 于1986年3月开始动工 在1986年10月16日 竣工建成 由邓小平为红军 飞夺卢定桥纪念碑 提写了碑名 由聂荣真亲自撰写碑文 以此纪念当年那段 鼓舞人心的战斗 和那些抛洒热血的 革命勇士们 站在纪念碑前 还可以看到大道两旁的 二十二根花岗岩石柱 这些石柱 分别代表着二十二位 夺桥突击队的勇士 遗憾的是 在这二十二根花岗岩石柱上 却只能在五根石柱上 找到勇士的姓名 只有两根石柱顶端 雕出了勇士的头像 原因是当时战士非常紧张 红军占领了卢定桥之后 没有多做休息 便继续前进战斗 以至于二十二位 突击勇士的名字 没有来得及记下来 后来在长征路上 这些战士 大多数奉献出了 自己的生命 出于对二十二位勇士的景仰 四川卢定县原人大主任 王永摩退休后 一直在寻找他们的名字 目前有八位勇士的姓名 可以确认 廖大珠 王海云 李友林 刘金山 刘子华 赵长发 杨田明 云桂川 其中有四位可以找到照片 李友林 刘子华 杨田明 刘金山 遗憾的是 其他十四位勇士 至今还没有被找出名字 但是红四团二十二位勇士 归夺卢定桥的传奇故事 将会永远流传 卢定桥自建立起 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上 无声地见证了 十大开数千名官兵的最终覆灭 也见证了年轻的红军战士们 勇猛无畏的身姿 和红军度过大渡河的喜悦 飞夺卢定桥 不仅瓦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 围追堵截 还打开了红军长征 北上抗日的通道 开启了另一段传奇的历战 让我们记住 那二十二位毫不犹豫爬向铁锁的 突击队勇士 记住八十多年前 红军的壮举 记住那些为了民族解放 而牺牲的年轻战士们 血雨腥风的战争 早已随着大渡河的河水 远远流去 但是红军战士们 拼搏的呐喊和勇气 却在大渡河的上空 永远地回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